大批警力爬樓梯攻堅 看似不起眼的大樓 竟然有赌场躺在这 警察手先抬起来 手都抬起来 一进门桌上满满的筹码 内部摆设仿佛外国赌场 离谱的是一群赌客震骸 看到警察还以为只是一般零件 不要讲话 台中市警方日前接获现报 中区成功录某大楼四楼 藏有德州扑克牌职业赌场 28岁谢姓主贤在脸书和IG 公布金额赛事行赌客上门 借此获取暴力 7号晚间10点多 警方见时机成熟 趁赌客毫无戒心展开行动 成功逮捕到谢姓主贤 和员工等10人 以及赌客31人 查口现金超过49万 某大楼四楼的排行协会 于是挂洋同漫堡肉 理合法也无非法 建议德州扑克职业赌场 主舰把赌场设在闹区大楼 以为最危险的地方相对安全 殊不知还是被盯上 遭警方一举破获 记者黄祥富王百英 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